民眾痛得皺起眉頭 裁檢人員也全副武裝 必須快衡準仔細消毒 嘉義縣水上香爆發家庭群聚感染 縣政府在北回歸縣附近設立快篩站 而嘉義市八天以來維持零確診 衛生局考量到端午連假 及大學生畢業潮推出這項專案 為了防疫 我們特別推出了 當從熱區返鄉的學子 有個裁檢專案 父親母親任何一方 或者學生本人 涉及在嘉義市 就可以進行免費的裁檢 針對在雙北 基隆 桃園 台中和昭華等 熱區讀書的學生 只要父母或本人其中一人 涉及在嘉義市 就能免費進行PCR檢測 8號可以在網路預約 9號開始帶著學生證 到台中榮總嘉義分院裁檢 每天預計裁檢120位 他還沒回家裡 和嘉林做的大 不只知道說陰性陽性 才不會說 有的人陽性 就不會去餵到家裡的人 現在這個時機點是會比較敏感 可是為了大家的安全 大家還是要謹慎 謹慎一點 疫情嚴峻 不少縣市政府都提倡 要民眾盡量避免跨縣市移動 這下嘉義市宣布 免費幫學生PCR裁檢 也讓不少人質疑 是不是變相鼓勵返鄉 如果他回來再篩檢 然後不就已經把病毒帶下來了 就先篩檢然後再回來 他就OK的再回來 這就是為了要提高 整個我們防疫一個防腹的等級 減少防疫的破口 黃敏慧強調 不鼓勵民眾跨去移動 只是畢業生要是有返鄉需求 希望能先落實篩檢 加強防疫才能守護市民健康 TVBS新聞記憲 和宋家娟嘉義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